台北市敦南商圈有一家一户破议员的豪宅 在这边金船大厅却有人动用私刑 而且还殴打管理人员 身材呛瞎说不知道我是谁吗 而这个被害人相当的害怕 因为打他的住户后来一查 居然是竹联邦的精神领袖陈其里的遗孀 而法院认为陈其里是杀过人的黑道大佬 而他的遗孀这样子的言语当然也涉及到恐吓 而且他的身份会让人家相信也能够做得到 因此也被判处拘役来为他的行为来负责 来看我们一电视的独家报道 位在敦南商圈这栋豪宅在今年三月发生了暴力事件 施暴者是这里的住户也是黑帮大佬遗孀 只有十一户的社区每户贫数破百 售价则破亿能住的近来身家非凡 其中一名六十八岁陈姓女子 总是嫌弃物业经理工作不积极 希望公司换掉她但无法如愿 到了今年三月二十七号 陈姓女子有事找经理 太慢见到人不满发飙 将随身的登山用品当武器 导致经理左大腿淤青还骂经理 不知道恶霸不知道我是谁吗 要打电话找十个人教训她 受伤经理到豪宅上班时就听过 有个六十八岁女住户先生是陈奇理 陈奇理是竹联邦精神领袖 曾犯下动荡台美关系的江南案 赴美暗杀蒋经国传的作者后 必居海外 两千零七年到香港治病时过世 检察官以伤害和恐吓罪 起诉陈奇理遗伤 他赔二十万元 伤害罪部分和解策告 恐吓经理因为是公诉罪 判拘役五十天 一科罚金五万元 法界分析 类似恐吓案通常是拘役一二十天 但同样的言语 换成黑道大佬的太太奖 效果会加重不少 媒体询问 陈奇理遗伤的委任律师是否上诉 律师说不予评论 记者刘松林无上线 太阳报道